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9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29天 周六下午4点 川普在白宫就关门问题协商发表讲话 他重申边境安全问题的紧迫性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应对美国南部边境的人道危机 川普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我们的移民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后果 这是悲剧性的 川普在他大约10分钟的演讲中称 甲基 可卡因 海洛因和芬泰尼 正沿着南部边境涌入美国 川普表示 他计划为那些适用于 幼年抵美暂缓地结行动DACA的年轻人 提供临时保护措施 以换取57亿美元用于修建可以透视的屏障 这将迅速减少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川普演讲前发表声明称 不幸的是 他的建议是对以前被拒绝的几项举措的汇编 这些举措都是不可接受的 幼年抵美暂缓地结行动计划是2012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实施的 该计划允许70万在儿童时期 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领取为期两年的 可需签许可证 他们可以因此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 这些人被称为梦想者 川普于2017年9月宣布终止 幼年抵美暂缓地结行动计划 本周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Lambach-Leod 在一份电影中说 2019年1月30日是他们的最后期限 此后加拿大还有30天时间决定 是否授权继续此案 美国司法部拒绝就孟晚舟案做更多评论 只表示案件没有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影响 有大量引渡案处理经验的温哥华律师Gary Botting指出 如果美国错过截止日期 新任命的联邦司法部长David Lampton 将负责释放孟晚舟 但Botting补充说 孟晚舟案仍属于政治阶段 不会进入法庭司法阶段 直到Lampton部长做出决定 授权继续审理 沃台华律师Donald Bean说 美国当局迟迟没有递交正式引渡要求 并非不同寻常 Bing说 美国人导致了这一切 他们绝对无法板着脸说 是的 我们决定不继续了 或者老天 这个案子我们什么也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 孟晚舟被捕当日12月1日 正是习近平与总统川普面对面会谈的日期 目前中美正处于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 孟晚舟案引渡文件的截止日期 刚好与美中新英伦高层谈判日期重合 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30日和31日 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孟晚舟案的两个关键时间点都与中美贸易谈判重合 难道都是巧合 有海外大外宣甚至发文称 北京期待刘鹤访美带回孟晚舟 北京时间1月18日 中国政府网站披露 在本月15日 李克强与北京主持的企业家和经济专家座谈会上 马云指出在政府推行更高强度的减税政策的情况下 应该加快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改革步伐 批评了政府政策的不足 马云接着批评说 任何事情切记一刀切 更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方式管理机场 指出了政府政策缺乏精准性的问题 他的这一发言可以理解为 表明了中国经济界一些人认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后 推行强大的亚缩负债政策 实施强力的产业结构调整 造成了现在经济停滞的状况 在中国 民营企业家在最高领导人面前 针对政府经济政策基调 做出如此辛辣的批评性发言 是非常罕见的 此外 中国政府首先积极公开这种敏感发言 也是鲜有先例的 在马云发言完毕后 李克强回答说 你的发言不是在抱怨 而是真正在讲问题 你担心发言太刺耳 但我们都听进去了 而且入心了 李克强还说 必须允许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抱怨 至于说的话刺耳 政府不仅要让大家讲 而且还要认真听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非常喜欢汉堡 近日有网友拍到他在西雅图DX Drive-In 排队买汉堡 这张照片被网友分享到了Facebook上 图片中的盖茨双手插在口袋里 显得十分怡然自得 该网友称 当你身价高达数百亿美元 经营这世界最大的慈善机构 并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排队买汉堡 薯条和可口可乐 这才是真正有钱人的行为 而不是像白宫中金马桶的崇拜者那样 据悉盖茨最喜欢Burger Master的汉堡 2011年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 盖茨告诉学生 作为亿万富翁其实会被高估的 他从小是吃汉堡长大的 盖茨说 我能理解想要拥有数百万美元 这样会有一定的自由 有意义的自由 但是一旦超越了这个 我必须告诉你 都是同一个汉堡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